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移到通过工程化 产业化 实现了变成一个产品 现在我叫它是产品 那时是原型车 现在是产品 走向了市场 完全达到市场的这样一种要求 包括在建的时候 比如讲咱们这条线 有没有必要将持人服 轻轨行不行 当然我们当时就说 其中有一段 它有一个坡道 大雨前面是三十 那轻轨就实现不了 那这一块支付 装完半斤 那咱们这个可以做到五十 这么一个 那也是轻轨实现不了的 所以这样一些特色 在整个咱们各种城市当中 不同形式 这个地形 或者是这个大城市建成以后 这个地下的转弯半斤 都受到限制 那么这些问题 最靠支付来解决 下一步呢 我们主要会进行一些 系统的可靠性 安全性和可用性的一些检测 同时要加强我们运营人员的培训 以及一些应急演练的这种准备 通过这个三个月以上的 这种试运行以后 我们才能进入试运营 这种试运营人员的